上个周末,布朗克斯区发生两起儿童涉入药品过量事件 警方表示两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促请家中有儿童的家庭看管好药物,以免还同物食 警方表示,第一起案件发生在本月2日上午7点左右 位于Fortham Heights高地,靠近Turbet Avenue与East Fordham Road街角的一间公寓内 20岁的罗格里格兹睡觉前服用过安眠药并把剩余药品放置在诊下 其1岁的女儿误食了药品,导致连夜送往圣巴拿巴医院 据了解,目前还不清楚孩童所使用的安眠药实属哪一类药品 但经过抢救后,孩童目前并无生命危险 事警表示,罗德里格兹目前被控以危害儿童与拥有管制药品罪 调查仍在继续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3日晚 据警方透露,女童父母当时用婴儿车推她至布朗市蒙特利大道近东181街附近 发现她嘴里有一个小塑料袋 警方称,女童父亲将苏赖带从她嘴里抠出来后 发现上面有一些不明物质的残渣 但她没有多想将苏赖带扔到了垃圾桶 结果没过多久,女红还使抽搐 浑身轻子 父母赶紧将她送到圣巴拿巴医院抢救 医生诊断女童是服药过量,给她喂了两片纳洛铜才得以缓解摄入过量药品等所造成的影响 警方暂未发起任何控告,也还未逮捕任何人 女童的父母告诉警方,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塑料袋是从哪来的 目前孩童情况稳定 儿童服务管理局发言人表示 该机构的调查人员与市警察局正在全力调查药品的来历 警方称,一名18岁的高中男生涉嫌于周一 在马哈顿校区的楼梯街内,强奸一名学生 事发后,该名男生被警方逮捕 据报道,本周一上午8点15分左右 在马哈顿联合广场附近的华盛顿欧文校园内 一名16岁的受害人表示 其在三楼和四楼的楼梯处遭到强奸 事发后,该名受害人立即向校方报告该事件 并迅速被送往当地医院 警方称下午12点半左右 该名来自布鲁克林的18岁杰文被逮捕 据了解,华盛顿欧文校园内包括纽约语言及外交高中 Gramacy Arts High School 国际高中和其他教育机构 目前还不清楚两名学生所在的学校是哪些 教育局一名发言人称 这是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 并表示官员正在与纽约警局密切合作进行调查 昨天一名15岁女生的父亲声称 学校并没有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将该案件通知给家长 对此他表示非常不满 近日包括4名医生在内的20人 其中还有一位是纽约市警察局外科医生 因涉及1.46亿美元的医疗保险诈骗而被逮捕 涉案者欺骗医疗保险公司为其支付奢靡的生活开销 包括豪华住房、奢侈手带、旅游等 据报道,罪魁祸首克里斯蒂娜和其他人被指控三年间涉嫌 878项企业腐败、诈骗、洗钱、 医疗诈骗和伪造商业记录等违法行为 根据奖方的说法,这个阴谋涉及派遣帮手到布鲁克林的街头招募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的病人 如有医疗证或医疗卡并同意被带到诊所接受检查 则提供30美元或40美元的现金 一旦进入诊所,病人就会受到一系列不必要的检测 例如过敏测试或超声波检测 而保险公司则为此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起诉书中被提及的哈米德医生在一次录音中说 有一万五千人的测试等着他签字 之后骗取的资金经过外国一系列的空壳公司和银行转账中转 直到抵达不法分子的银行账户 米尔巴巴耶娃利用这笔不良资金在布鲁克林中心购买了价值325万美元的顶层公寓 全部用现金支付 检察官说他还豪制千金用于爱马仕、唐龙和宝格丽的疯狂购物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公布了查获赃款 桌子上摊满了大大小小的鞋盒 均塞满100美元钞票 纽约警察局外科医生罗伯特也难逃干系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布鲁克林检察官办公室经长期调查发现 61岁的罗伯特医生因其涉嫌诈骗而面临巨额、强盗罪和企业腐败罪 据知情人士透露 瓦卡里诺和他的合伙人从各种健康保险计划中捞取了数亿美元 瓦卡里诺是一名心脏病专家 在意大利伯洛尼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 目前隶属于麦蒙尼德医疗中心 今天一早Made Road New York成员离开纽约市前往华盛顿抗议 为呼吁国会通过新版梦想法案 梦想计划的支持者表示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童年入境暂缓计划 简称打卡计划当中 但由于现总统川普决定要废除这个计划 这就意味着这些年轻人有可能会失去美国的保护 他们称来美生活是他们的梦想 他们不想失去美国梦的机会 据了解 大多数打卡保护人群均不想离开美国 他们表示 美国让他们可以选择工作的种类 工作的环境 而不是为了工作生存 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梦想计划支持者称 打卡计划提供了一个平台 可以在这里完成学业完成梦想 据统计 纽约市现如今大约有一万名打卡计划受益人 预计国会将会在明年三月才能通过该计划的修复 今天上午 在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座办公室大楼发生火灾 引发骚乱 据报道 早上9点30分左右 格雷巴大楼的中层发生了火灾 消防官员表示 大楼内的地面上有很浓大的烟 据报道 有6人受轻伤 现场人员表示 至少部分大楼人员被疏散 许多人站在大街上 一名女子表示 她是从24楼走下来的 并表示看到地面上有烟 在东42街以北的莱克星顿大道上 交通也出现了拥堵 火灾现场有超过85名消防员 消防官员称 截至上午10点30分 大火尚未完全被控制 毕露电视拍摄的画面显示 该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紧急情况 火势将被定为二级大火 在大楼内工作的人表示 他们最初被告知要待在原地 但在看到浓烟升到30层的时候 他们决定独自离开 MTA负责人称 有些浓烟飘进了中央车站 但火车并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日前来自北京黄城根下的 精卫老店 老陈一锅在圣诞新年期间 推出羊排羊蝎子锅 任意口味第二锅拌架 看你能吃几锅的 鼠锅论英雄活动 并邀请AM1380的名DJ 住店直播文明侠尔的 羊蝎子火锅 羊排火锅 羊蝎子羊排鸳鸯锅 香醇牛油锅 美食鉴赏会 老陈一锅的羊排羊蝎子羊肉 全部选用清衣色 新西兰的优质羊空运来纽约 按照老陈一锅的标准古方料理 经过洗 炒 焯 炖 炖 焖 煮等多道工序 加入20多种秘质的辛香料烹制而成 肉质酥香 脱骨而不烂 不扇不腻 回味绵长 呈现出让人着迷的一股羊味 有麻辣和浓香两种口味选择 羊蝎子选自羊脊骨部位 形状像蝎子 顾名羊蝎子 贴骨肉最香 补钙易吸收 高蛋白 低脂肪 低胆固醇 实为冬季进补的首选 用羊蝎子汤涮羊肉 涮肥牛 涮海鲜和蔬菜 独具风味 老成衣锅爽口的各式拌菜 双味山药 风味萝卜 老醋花生 奶酪鱼 各具特色 当北京遇到了纽约 当纽约遇到了寒冬 来自黄成根的老成衣锅 羊蝎子火锅 带给你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王爷府的原创美味 并请关注AM1380 每天早9点多元早餐节目 参与抢达抽奖 可获得10元折扣券 在就餐时使用 老成衣锅地址 法拉圣罗斯福大道136代上72 定位929362 2061